外面上一道一道黑色的故事 秀清山河酒 原住民意願合作馬告 管護原民教這幾年來 當地推動原生地步的發展 在99年福島保羅基民 建造到産品演化 去年競進一步跟南道館肉片 使用了合作推出新的食品 這個馬告原來就是我們原住民同胞 生產在這個中海拔的山區 其實馬告的功能非常功效非常非常的多 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研發肉製品 之後呢來增加我們原住民同胞的一個 產業的升級還有增加產業的推廣 總算後就沒有稀加這道肉片裡面 會讓比例推出延長的鹽肉 為延長的規定是我們幾天 只能從後來比例就用了大陸的肉片 雖然又經過工做人工的試吃 雖然又開了個完美時間 才配出完美的比例 經過我們這個在研發期間 差不多一個半月左右 我們經過四次的大家來品嘗 我們有有研發有三種 我們經過多人來一直品嘗 不記名的來投票 大家最能接受 我們就這個研發的成果就慢慢的就展現出來了 馬告是一種野生的三好酒 在每年二月到五月開花 九月到十月是菜市集 早期是我們住民拿來料理肉片 讓肉竟夠盛開 現實我們民國和肉片市場合作之下 不但合作提升原鄉的產業 也讓消費者吃到不一樣的口味 記者更替彩虹報導 好吃 好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